历史性时刻 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 西藏旅行对等法 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2018年12月11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 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 使其正式成为法律西藏旅行对等法 旨在反击中共严格限制 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 进入西藏根据法案的要求 中共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 外交官和游客 不受限制的前往西藏 美国国务卿 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 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共官员 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 该法案由马萨诸塞州 共和党参议员麦高文 4月提出 先后在国会两院通过法案 12月11日在参议院通过后 法案的主要发起人 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表示 参议院基于对等原则 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 这是在美国同中国关系中长期以来 一直缺少的国际声援 西藏运动主席梅卡奇说 这的确是美国支持西藏人民 及其在区域中战略安全利益的历史时刻 西藏旅行对等法 在由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后 要求国务卿在90天内 评估美国公民进入西藏的程度 并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 明确指出阻止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共官员 国务卿将根据这项法律 禁止这些中共官员 获取进入美国的签证 目前 中共的外交官 记者 游客等能 在美国各地自由旅行 但是中共当 局长西以来 一直不允许美国公民访问 或享有进入西藏的同等权利 根据对等外交原则 国与国之间 应向对方公民提供对等的权利 在中国社会议作评 ο国人olly 纽纹 свои罪人 几乎 Huh 没